花70万去改装一台车 可能很多朋友都觉得有些夸张了 尤其是对奔驰G63来说 原车已经足够完美 标配了几何大灯 22寸轮毂 翻毛皮顶 四处排气等等 过多的改装修饰 在它面前也会显得多此一举 但对于真正热爱它的车主来说 自然是想让它趋于完美 其实说起来G63 已经算是改装过的奔驰巨集了 因为本身 AMG就是一个改装厂 只不过它属于奔驰旗下的一个部门 改装出来的车辆 都是属于奔驰旗下的 所以它的口味也最轻的 也就是最细微的改变 如果你还想再升华一下的话 就是改装巴伯斯了 巴伯斯作为奔驰的御用改装厂 对于车的改装是不惜成本的 而且改装技术都是在德国完成 我们所熟知的有巨800 巨900等等 对于这种顶级改装车来说 不仅价格昂贵 同时也需要把基础车送去巴伯斯工厂 去生产改装 那么对于喜欢巴伯斯的大巨车主来说 在国内进行巴伯斯套件的改装反而容易许多 那就回到了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改装案例 奔驰G63升级巴伯斯套件 这是台19款的奔驰G63 基本上该有的配置都有了 车主还改了天蝎排气和红色真皮内饰 可以说是很完美了 首先来看一下改装件 毕竟这些东西的价值可是一辆高配宝马5系的钱 从前后杠倒碳纤维基盖 从轮毂到轮胎 顶灯尾翼甚至一个罗斯卡扣都是巴伯斯原厂件 订货时间四个多月 加起来六十多万 你说值不值此地不仅拥有着 Brobus宽敞的展示大厅外 还有开发部和生产部 它是德国汽车局认可的汽车生产商 巴伯斯也是世界上最专业的汽车生产商之一 Brobus改装不单单的是在原车基础上的高性能改装 而是不惜工本的改装 尽管不是奔驰的子公司 但也是奔驰改装的御用品牌 对于大多数追求性能的汽车爱好者来说 奔驰的AMG系列已经拥有足够暴躁的动力表现 但是AMG在Brobus眼里 却显得从来都不是特别完美 总是需要Brobus进行更进一步的改装升级 二十款奔驰具六三整体 延续了经典的方盒子造型 细节上则是略微调整 各种圆润的弧度也能体现出设计师 在经典和中立图打造的亮点 奔驰具六三AMG限量版 独特的外观造型设计 经过重新设计的前进器格杉 与两侧圆形大灯相互呼应 加尔驰具五的錫帚 产生破十四个度 资金斯 kap尔驰具五的硬材 你评计不出的 你评计不出的